看看新闻网 飞机头威夹克工装裤 自称比老爸有形一百倍的石头 打小就由明星牵制 拿一个花果盘石头 要拿着 他一拿着弄坏了 这个我可不得起不了 很难要求 这样吗 很难要求 好 那线长不长啊 线够长 够长的吧 够长的 你想说的时候 我没想到你表现这么好啊 儿子 你想说一声我给你 瞧着小卖爸 小小年纪就已经有了偶像包袱 采访还没开始就担心起了自己刚掉了的大门牙 不过我牙漏风啊 我会长起来的 那你给大家说一个四十四十是十 四十四十是十 还可以 还可以 好行 眼镜话筒不保 生怕要陪的郭涛赶紧和儿子强起了话筒 爸爸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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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光顾一下爸爸 爸爸拿着吧 好 OK 好 谢谢 太好了 那个 叫你们不让我拿话筒 我走了 可是正当爸爸和主持人贝贝聊的尽兴时 你知道会发生 墙快倒了 石头出来石头 快出来出来 要问你问题了 大家好 大家好 还可以 还可以 好 宝贝 你今天表现非常好 我没想到你能够昨天来跟爸爸在这接受采访 拿话筒的姿势特别专业 那个郭子瑞小朋友先问了你啊 刚刚霍峰这个小小慈善家这件事 你感觉怎么样 挺好的吧 高兴 那你觉得慈善是怎么回事 你大概知道吗 慈善不知道 因为爸爸不是给你 学校没学过 那问问爸爸 问过爸爸吗 没问过 爸爸不是刚才给你讲的吗 来的时候爸爸给你讲的 爸爸给你讲 再给你讲一遍 好 好 爸爸再给你 好 OK 爸爸再给你讲一遍 慈善是怎么回事 就是我们这次到上海来吧 我们要做一个活动 那我记得了 想太了 爸爸讲过去 好 想太你说 需要那个就是 慈善就是 要去帮助别的小朋友 比如说他们生病了 然后帮他们挣点钱去医院 看病 没错 特别棒 对 正当大家都被宅心仁厚的石头 感动之时 他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再次穿越了 那面顽强的背板 那其实他是知道 要参见一个活动 那我说完以后呢 哦 他明白是这块事 我说你愿不愿意来 他说他很愿意来 好 坐这 那这个表现 我觉得作为 作为石头 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来说 他算是做得挺好的 特别棒 一方面呢 他在里头是老大 因为他比别人的年龄要大 另外一方面呢 我觉得 作为大哥哥来讲 那种担当啊 或者是帮助别人的这个 好 拜拜 你先去玩吧 老师 努力了 好吧 拜拜 好自然的就拜拜了 可是 石头哥哥的拜拜 你怎么能当真呢 这一回 他的再次出现 真的达到了 震慑全场的目的 去吧去吧 到那边去找阿姨 找阿姨 爸爸说一个事 不能玩火 小朋友不能玩火 不能玩火 郭总人不能玩火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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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不能玩火 小朋友不能玩火 有一点心 那我拿着了 这拿着可以 但不能点了 沉着淡定 一点就通 如此懂事 仗义厚道 又乐于助人的石头 怎能不爱 那么小石头又最喜欢的一个小伙伴呢 石头 你坐这儿 那个小朋友不是都说特别喜欢石头哥哥吗 石头哥哥最喜欢小朋友是谁呀 喜欢谁呀 你最喜欢小朋友是谁呀 其他的小朋友 除了 你反过来这个 反过来 为什么呢 天天 喜欢天天啊 为什么最想天天 他跟你玩着到一块是吧 这个事是我理解是这样 行 好 去吧 去吧 去玩去吧 慢走 不送 然后不会倒吧 不会倒 不会 满场飞却懂得如何抢镜头 调皮捣蛋却不失体贴乖巧 童言无忌却能直指人心 石头哥哥可算完败行男老棒郭涛了 想要知道更多石头大坝和石头的爷俩去事 敬请关注新月在线的独家私房话 新月在线上海独家强调道 真的我们发现这些明星父子 他们非常享受现如今这种状态 父子同台 而且我们看得也非常的有意思 真的是很快乐 但其实呢 我突然想到一个事 就是在几个月之前 这个爸爸去哪 这个节目还没有跟大家见面之前 这个当时我就知道 这个导演组当时要说服 去寻找这些明星家庭 让他们带着自己的孩子出来做节目 是一件非常非常辛苦的事情 你想想看 不管他是不是这个明星老爸 明星妈妈 就一般的家长来说 也不太愿意小孩子 这么小的年纪就出去抛头露面 希望自己的宝宝在一个非常安静 非常受呵护的环境之下 然后去成长 但是后来非常好 所以不仅他们的老爸 视野更长了这个一层楼 这小朋友也是受到了训练